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担心你在辩论当中把茶杯给扔过去 我没有把茶杯给扔过 我把思想扔过去 以文明型国家的姿态 中国正大踏步重返世界之巅 构建原创性话语体系 它在国际比较中看中国看世界 1949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 2016年2017年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在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新时代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模式就所有的挑战 所有的问题就是基于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责变主义 中国模式和中国对全球的这种影响力 也称之为中国是病毒 中国政府怎么能够成功 进行改变这个改变 我们只能支持力量 而不是政治量 中国人你要自信 新时代的中国人 你更要自信 以前瞻视野 深度解读新时代的中国信心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 带您看清变革的中国和世界未来走向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玲 大家晚上好 中共十九大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事实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这是德国明镜周刊 11月11日的封面 用汉字拼音 醒来两个字 杂志的主题文章也是中国醒来 不过我真不知道 应该醒来的是我们还是他们 这是11月13日 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用了四个汉字 中国赢了 再看看 这是在十九大前夕 法国世界报出了一期中国专辑 他的封面 他的封面用了六个汉字 中国强国崛起 三家西方的主流媒体不约而同的都用了汉字 作为他的封面 我们切记望文深意 我想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话语在世界上越来越响亮 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说到中国话语权 最近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 荷兰 Nexus大会 居然请了一位中国学者 登上了西方的舞台 与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文明 思想各异的学者们 进行交流 交锋 今天我们把这位思想者 请到了中国正在说的现场 有请上海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有请张维为 好 张教授 热烈换见面 一年前就是在这里 您为我们做了 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讲一个精彩的演说 今天非常欢迎您再次来到 中国正在说的舞台上 说到舞台 您不久前参加的Nexus大会 作为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学者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是因为中国崛起的事实 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在世界任何地方 包括所有每一个西方国家 这个存在使他们觉得 有必要了解中国 十九大以后 究竟中国哪些方面 比较受到他们的注意 我觉得经济界 工商界 关心是中国这个大门 是不是越来越开放 政界或者知识界 我应该说有些人承认中国成功了 有些人还是觉得 中国没有真正的成功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东西 有一大拨人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过去他们老说狼来了 后来说狼不会来 因为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决定了 不可能真正崛起 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 狼真的来了 你说到这个不承认中国 崛起当中一定有一个 这个人叫比亚丹奥基勒地 他以思想激进 激烈反华 在法国是非常注意的 我说就老说好 真担心你在辩论当中 把茶杯给扔过去 对对对 我没有把茶杯给扔过 我把思想扔过去 中国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要跟这样的西方 主流思想家或者思想者 包括政界的 包括知识界的 要有一个交锋的过程 我觉得他们现在最恐惧的 还不是中国硬势力的决心 中国软势力的决心 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有人做了统计 在十八大报告当中 自信这个字出现了一次 而十九大报告 出现了整整十四次 今天张卫为将为我们带来 新时代中国的信心的演讲 也请 大家好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再次来到了东南卫视的 中国正在说栏目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探讨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新时代的中国信心 我最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从美国刚刚回来 他说哎呀 我到美国之后 突然发现美国是个 五没有的国家 没有高铁 没有微信 没有支付宝 没有共享单车 没有安全感 我就想这个五没有 这些东西在中国今天是标配啊 所以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 九零后出去更爱国 手机的一代出去 实在是觉得没有 这五没有太难过了 2016年双十一 我当时正好在英国牛津大学 讲中国模式 那么我就举起手机 我就说你们看今天 中国的这个光是阿里巴巴 一家公司的网上的贸易额 1207亿人民币 当然到17年就更得了 是1682亿啊 就是1682亿 但是我就以16年的数据 我说1207亿是个什么概念 就我这一家公司 一天的网上的贸易额 就超过了印度整个国家 一家一年的电子商务 电子贸易 就这么一个规模 我们今天的移动支付 是美国的11倍 这不是一般的领先 是远远的领先 那么我自己实地考察了 一百多个国家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 是让它非常之精彩的 我觉得在国际比较中 才容易把中国崛起 中国进入新时代 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成绩 和发展中国家比 和转型经济比 和西方国家比 如果跟发展中国家比的话 中国所取得的成绩 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成绩的总和 因为发展中国家 面临最大的挑战 都是消除贫困 而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 做的世界最好的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过去三十多年 世界上80%的贫困在中国消除 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 这样的成绩的话 世界上的贫困恐怕 数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另外我们可以和 转型经济国家 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26年前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还要大 今天俄罗斯经济规模 只有中国的九分之一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的 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也把它叫做 中国特赦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这新时代的最大的特点 这是不得了的伟大的飞跃 背后就是什么呢 中国模式 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我们感念一代一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的复兴 为了中国重返时天 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做出的大量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 它就是世界之天的 你看过去两千多年 中国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在世界牵连 西方国家从16世纪开始 一直在打仗 就有一些国家打出来了 国家自一打 就开始征服之名地 包括通过鸦片战争 把中国打败 回望历史 张维为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方国家超越当时的中国 主要是通过战争 金融 货币手段 处于农业社会的 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 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 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 血与火的挑战 在内忧外患中坠入低谷 那么从这个时候 中国再开始重返世界这个镜头 我们今天叫 伟大的民族复兴 中国梦 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 从五四月洞到军阀混战 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 和新中国建立 中华民族前赴后继 终于以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姿态 重返世界之巅 三个时间节点 三位中国领导人 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 展现出远见 勇气和担当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张维伟找到了中国自信的源泉 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大事 这一切改变了中国 震撼了世界 必将深刻地影响 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 我这里可以简单谈一谈 我们中国领导人 领袖人 在中国崛起的关键的时间节点 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想谈一谈毛泽东 邓小平和习近平 这个毛泽东主席在1935年 率领中央红军的一部分部队 抵达陕北之后 他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 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感 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 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律世界民主之灵的能力 后来国民党驻北平的守军司令 回忆啊 他说毛泽东当时讲这番话的时候 手下八千人都不到 他说毛先生敢讲这样的话 而且不只是讲 后来历史的发展 证明了毛主席的眼光 担当和勇气 十四年不到 日本投降了 国民党逃到台湾去 帽子登上天安门城楼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我也想到邓小平 91年92年的时候 苏联解体了 东欧崩溃了 当时我们国内 很多人也觉得 社会主义这个红旗 还能打多久呢 很多人不自信 但是当时的邓小平 对这问题看得非常透彻 在苏联解体前的四个月 苏联解体是 1991年的12月25号 在这之前的四个月 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内部讲话 他说世界历史 正在出现大转折 这是我们的机遇 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 大家知道邓小平92年 有个非常有名的南巡讲话 苏联解体之后 一个月都不到 二十多天他就南巡 我自己研究邓小平 我觉得他觉得可能 他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 他觉得可能周边的童子 不一定完全看到 所以他南方去呼吁 兼职社会主义 兼职改革开放 兼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道路一定能够成 历史的发展也迅速证明了 邓小平的眼见担当和勇气 短短二十多年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中国形成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中国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 中国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 全民医保 虽然这个水平和层次各个地方 还称之不及 但我们做到了美国没有做到的事情 这点非常了不起 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巨大的成果 现在我在谈谈习近平 短短的五年时间 从十八大到今天 从政治上可以看到 反腐畅联 扭转全坤的视野 这个军事上 南海歌曲 东海歌曲 一锤定音 经济上也是的 大胆拥抱新经济 进行深度的结构改革 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刚才讲的新四大发明 有些实际上是人家发明 但在中国这个大规模的经济下面 进行重新处理之后 这规模比较大十倍 五十倍 一百倍 所以改变中国改变这个世界 有些是完全我们自己发明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他我看你们十九大这个报告 他说习近平主席是拥抱 是拥抱2050年 拥抱未来 我们的特朗普总统是拥抱1950年 拥抱传统的经济 一家自演 倒觉得背后也是展示 我们领袖人物的眼光 勇气和担当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背后就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中国通过自己长期的努力 今天找到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我叫成功之路 我说政治上 我们的选拔加选取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 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 经济上我们的混合经济 社会领域内 我们是社会政府的高度的良性的互动 所以这个模式是很有竞争力的 那么中国决议到今天 我是想引用我们民间的一个说法 它不是十分准确 但我觉得还是能够或多或少地 把一些问题说清楚 他这样说的 说1949年 社会主义救了中国 1989年 中国救了社会主义 2008年 中国救了资本主义 我自己还要加一句 2016年 2017年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 在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三十多年来 在与中西方学者 政要 媒体 深度对谈的过程中 张维为得出这样的结论 世界范围内 中西方软硬实力对比 七强我弱的情况 正发生着变化 中国本身染实力的崛起 中国话语的崛起 最后的简单实施 就是西方这一次到的话语 解身不了今天这个世界 中共十九大前后 世界聚焦中国 他们比较关注的是 中国其中一种 所谓叫做道理选择 另外一场非常关注 中国的开放 世界大地 影响的力开心 今天中国的世界上是弊的 中国的世界上是弊的 中国的世界上是弊的 如果中国会成为 中国会成为新的超级能力 或是弊的力量 您看得清晰的 什么叫做 地球改变 从所谓的 国家和国家 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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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场场中国模式 对话西方模式 中国话语 对话西方话语的辩论交付 西方对华视角的便与不便 张维为这样看 少部分人是真的开始觉得 中国做对了 多数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中国决戏有点害怕 因为西方整个话语 它就是基于一个假设 就我是最好的 不能替代的 也突然发觉 是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紧张 我去荷兰参加的 这个纳克萨斯的辩论 就很有意思 就是那个主持人呢 他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啊 一个国家不管多少强大 一个权力不管多少巨大 都面临一种不安 英文叫Uncertainty 那他就问我 你们刚刚召开十九大 张先生您谈谈 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说我说 现在这个权力的不安 主要是西方 为什么 我说我们有一句 古人留下来的名言 责人的话 就是 水可载舟亦可服舟 水就是人民 权力就是舟 如果你这个权力 脱离人民的话 对不起 是要翻船的 今天西方的政权 就有这个问题 结果导致权力的不安 于日俱争 特朗普现象是一个例子 英国脱欧又是一个例子 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 这样的例子 西方今天确实在走衰 那么中国在迅速地崛起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我们自己也面临很多挑战 这十九大报告中 我觉得这个表述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了变化 从过去的人民 对于物质文化 需要的追求 与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 变成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与我们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这个矛盾 这个论说一方面 它肯定了我们的巨大的成功 发展企业之后 我们需要解决一个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比方说贫富差距 比方说地区差距 但我特别想指出 即使面临这些挑战时 我们要先肯定 我们取得巨大的成绩 我们相对落后的地区 过去十年十五年的进步 都世界上少有 比沿海地区发展都更快 我们的相对贫困的人口 脱贫的速度 也是世界上最快的 但是我们却正面临着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中国模式 就所有的挑战 所有的问题就是机遇 我们就是不断地克服 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的问题 最后迎来了中国这个 伟大的飞跃 我举这个例子前说明就是 中国在面临挑战的时候 是怎么解决这些挑战 世界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 美国引发的 西方主要国家 几乎都是采用 我们叫货币主义的政治 中国没有这样做 中国坚持一定要进 结构调整 结构改革 拥抱数字经济 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是蒸汽机革命 我们错过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电力革命 我们当时很落后 也错过了 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赶上来 第四次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为特点的 这个工业革命 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 在同样的起跑现场 在不少领域内 实际上是引领世界 走在前面了 背后是个非常明确的政治 说明中国道理有两点 一个就是 我们的民本主义的导向 我们叫民为邦本 本故邦民 这民本主义模式意味着 我们不允许政治积极空转 西方这个民主模式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叫空谈募国 第二就是我讲的混合经济 双十一做了这么好的业绩 这么大的贸易额 与之相关的我们有高铁 高速公路 全是世界最大的规模 村村通公路 道路硬化 电力覆盖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级的基站 覆盖98%的人口 这个超过美国了 因为我们到云贵高原这么高的地方都有四级的基站 五级的这个投入 研发 五级中国可能是引领世界的 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就是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觉得强起来这个重要的标志 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提出自己的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看世界各国 而且逐步这个标准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这个改革开放 整个进程中 我体验了三条 我觉得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 第一条是一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 中国有 就是中国共产党 美国没有 哪个政治力量代表美国人民整体力 找不到 第二 一个国家的改革能力是强还是弱 我觉得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 但是真正能够进行改革的国家 其实不多的 你看奥巴马上台的时候 他的口号就是Change 变革 八年过去了 就做了个医保改革 特朗普上来以后 全部推翻 欧洲谁改革谁下台 因为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 你只有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的政治力量 才可能真正推动改革 多数人感到高兴地改革 第三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就是能不能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这两者的这个有机的结合 一个国家在21世纪才能比较容易成功 否则就更加的困难 那么我今天讲的主题是 新时代的中国信心 为什么 我想一个就是 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另外一个就是 用我刚才讲的三条标准 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之后 中国胜出了 过去有过一个演讲 叫中国人你要自信 所以我今天想说这么一句 我说在新时代的中国人 你更要自信 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中国人你要自信 今天的中国人更加要自信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再回来 那么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实际上是蛮独特的 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 接触过社会的最基层 我也给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做过翻译 包括像邓小平这样的一代为人 实地考察过100多个国家 同时也有长期的在中国国内 走访各个地方进行调研 我这样的一种经历 自己形成了一整套 对中国道路 中国政治制度 中国话语的这个观点 见识和看法 包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看法 检验一个学者的真正的水准 像是看你有没有能力 做出前瞻性的预测 而应该说一些观点 现在回头看 确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模式特点是 所有的挑战都不急 不信你看过去40年 我面临多少挑战 对不对 一个一个都可不 都变成了更上一层楼的基 就是中国的经验 为世界上那些希望更快的发展 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主 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应该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充满世界之巅的道路上 走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好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节目 今天我们有四位观察员 我们第一位观察员 是南苏丹共和国总统办公室 前任主管Evan Riak 有请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这一位观察员 我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学习很多 我有两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 是 如何是中国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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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国有最长的重来细节 中间最大的全国 kita 最大的总体 重来这个总体称 却三百万都员成为一种延长的歴史 意思就是 中国是一种同意的故事 在过去的2000年 中国已成为概念 umified ruling entity what's more important behind this unified ruling entity is what we call meritocracy China invented what's now called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system so that's how this tradition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then we also have the meritocracy of this whole system I call the selection selection first to be a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standing committee minimum requirement to my man and to govern at least 100 million people we came to this position so it's extremely demanding so I describe Chinese system as selection plus election it's much more effective then the American system relying simply on election in my debate in Nexus conference I said my goodness you know George W. Bush and Donald Trump are way below the Chinese bar too low 我剛才回答他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的合法性的來源 中國是文明型的國家他數千年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傳統 今天中國還是傳承的延續這個制度跟美國競爭一點困難都沒有 Consign your second question Why China succeeded if European countries failed or Russia failed In many way we started on different plate from the very early on the East European leaders and the Soviet Lead leader like Gorbachev believe blindly in the Western democracy so we talk about 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ntext it's about liberalization marke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the list goes on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like Deng Xiaoping he's very clear we only embrac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not th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e reject category th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categorically Categorically yeah So that means all the difference later on We succeeded they failed 當時這個西方是向全世界推銷這個全球化不光是經濟全球化也是政治全球化 所以當時蘇聯和東歐領導人真的信這個東西 而鄧小平非常明確我們的制度比他那麼好 最後的結果大家今天都已經看到了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回答 謝謝 好 下面是來自熊亞利的李娜女士 鄭老師你好 我來自熊亞利 一直對國際關係和政治比較感興趣 我注意到最近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責變主義 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改革 你對此如何看 實際上這個觀點現在看來是非常膚淺的 因為它還是用西方的觀點來套 只要你搞市場經濟 就是在擁抱資本主義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我們把市場完全的中性化 它可以服務於社會主義 可以服務於資本主義 今天這個中國社會主義 我們有黨的領導 我們有強大的國有資產和企業 叫共有資產主義 這一般國家 西方國家沒有這樣的規模 我們有戰略規劃能力 像這次十九大 一直到二零五零年 哪個西方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 採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 中國這世界上唯一沒有經歷過 經濟危機 財政危機 金融危機的國家 西方國家都經濟過了 匈牙利也經濟過 正好證明了 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或者中國社會主義 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我覺得我們在改寫西方的教科書 用那個教科書讀不懂中國 實際上中國人這個學習過程是明智的 就是我們叫做 英文叫選擇學習 有選擇的學習 甚至包括華盛頓共識 比方他裡面提的企業家精神 我們擁抱的 我們非常贊成 他裡面提倡的金融全球化 我們是拒絕的 對 謝謝張老師 在十九大之後 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和世界各國政黨的 高層論壇上 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來 說我們中國既不輸入西方模式 也不輸出中國模式 而在西方有這樣一種說法 說把這個中國模式 和中國對全球的這種影響力 稱之為中國式病毒 請問您對這兩種觀點如何評價 確實我最近在這個西方境交流 他們也很擔心 中國是不是在輸出自己的模式 那麼我自己觀察下來 這個我自己也研究中國模式 中國人特點是不輸出自己的模式 所以習總講的話是準確的 但是這個世界很有意思 就你真的成功了 人家就是想向你學習 然後到非洲去 他們一個磁線用得非常高 叫looking east 向東看 中國說我們也不想強加我們的模式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經驗 總結出來 某種影響是為了 我們自己更好的發展 但其他國家願意來 覺得對他們還是有啟發的 但是要複製中國模式 非常難的 我們是可以對美國說no的國家 一般的國家沒有這個能力 不要說美國一個跨國公司 或者一個BBC CNN 就可以顛覆這國家的政權 中國是打仗打出來的 獨立的政治體制 獨立的國防體系 獨立的科技體制 支撐了今天中國模式的成功 但是中國模式的很多做法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學 你比方說開發區 我們的這個規劃能力 你比方說實事求是 結合自己的國情 所以如果說中國有一條經驗 真的可以輸出的話 那就是根據一個國家 自己的國情民情 來制定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最根本的經驗 好 謝謝你 張老師您好 有的時候國外出現一些負面新聞 負面報導的時候 國內會有一些網友 用一種比較心災樂禍的 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去回應 您怎麼定義這樣的一種行為 謝謝 這個實際上 我覺得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不要過分地擔心 中國很多人這種 所謂幸災樂禍 恐怕是對西方的 很多做法的一種直覺的反應 要美國反恐都是雙重標準 對不對 美國人死了恐怖主義襲擊 中國人死了對不起 是你政府迫害少數民族 是自由戰士 自由戰士 所以很多中國對此 非常之反感 我們就應該統一的反恐標準 中國人的愛國主義 我老講 它不是西方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不一樣的 我們這個愛國 它同是愛這個偉大的文明 我們包括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都在我們的理念裡面 而且這中國文化中很高的一個 層次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講合作共贏 講這個雙贏多贏 中國文化中很好理解 西方文化中你要解釋的 不一定要零和遊戲啊 能不能雙贏啊對不對 那麼另外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最要警惕在西方 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畢竟啊 過去這麼多戰爭 都在西方爆發 包括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中國雖然也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從來沒有形成 這麼大的規模 它整體的哲學是中到平和的 所以個案是有的 我們也要警惕的 但不會形成中國的大事 不可能的 中國文化這個與人為善呢 這是個基本的概念 整個西方文化中沒有這個概念 好 我接到一個微信問題 1980年 京八部維獨立之後 選擇了社會主義作為仿效的方向 11月下旬就不久前 京八部維總統穆佳被宣佈 持續總統職務 為什麼京八部維 這次獨立了30多年之後 會成為貧困人口比例 達到90%的國家 而穆佳貝也以這樣的方式 告別政治舞台 是 是 這個談到穆佳我是蠻有感觸的 因為他80年代到中國來訪問 包括鄧小平 兩次見他 都是我做的翻譯 那麼當時鄧小平在會見前 聽了匯報就說 我這個人頭腦有點發熱 後來他也跟他說的 這個社會主義是偉大的事業 共產主義是偉大的事業 但是不能心急 要實事求是 那我自己非洲國家我走了18個 不光是非洲國家 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 往往是兩種情況 一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 沒有成功的 一種是完全拒絕西方的一切 也沒有成功 穆佳貝就屬於第二種 那麼他是游擊隊的領導人 他當時對游擊隊員說 你們一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我們贏得獨立之後 把土地分給大家 他這個農業呢 用中國話講是代表了 就是先進的生產力 那麼當時我覺得 如果他更加理性的話 應該分出裡面的合理的部分 然後進行必要的改革 但這個非常難 但他這個改革的就是 措施比較厲害 結果生產力受到了破壞 比較激進 再加上西方的制裁 最後沒有搞好 我要講一句就是 穆佳貝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公開場合 他都是非常支持中國的 非常非常支持 他本人在非洲國家 是得到普遍的尊重 所以最後你看 他這個國家都要處理 還是體面的下台 對 在93歲高齡 現在西方有一種觀點 認為中國在推進G20 一帶一路金磚機制 是在推行一個中國版本的 馬歇爾計劃 您是如何評價 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 總的這個大的格局呢 是西方在走衰 非西方世界 特別中國在崛起 國際秩序 它是應該調整的 要反映這個變化了的 世界力量的對比 所以中國是 這個國際秩序的改革者 你比方說 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全球化 實際上西方國家 得到更多的好處 比方美元的地位 這是個霸權地位 對不對 那些東西 我們要通過國際秩序的改革 把它給調整過來 那麼中國提出一帶一路 這不是一個馬歇爾計劃 完全不一樣的 馬歇爾計劃是公開的 幫助盟國 中國沒有這個概念 我們都是夥伴 我們提供一個平台 大家這個平台上 一起來做合作發展 英國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 羅素 他是在一戰之後 到中國來訪問 當時中國人不自信啊 覺得我們文化也不如 事實不如人 他說沒有 他說中國文化 世界最優秀的文化 因為你們崇尚和平 他說終於有一天 中國將有能力 捍衛自己的主權 有強大的國防就是 他說 就中國在向世界 傳播自己 崇尚和平的理念和和平的文化 這是會產生非常激的效果 我真覺得中國今天就是這樣 今天中國 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是美國的兩倍 我們跟世界上128個國家 中國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所以我們這個帶動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真是有可能 在維護強大的 國防力量情況下 不被他們欺負的情況下 捍衛自己民族獨立情況下 將世界推動和平和發展 好 謝謝他們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收看福建能源集團冠名播出的 《中國正在說》節目 張教授 這個學中文啊 現在在西方好像有股熱潮 一起來看一看這一個短片 特朗普外孫女唱中文歌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快樂羅傑斯 我今年十三歲 我今年十三歲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小伊芳羅傑斯 今年八歲 羅傑斯女兒的中文秀 自證腔圓波音腔 還有英國小王子 西班牙公主 比利時公主 荷蘭公主 從王室政要 到普通百姓 世界各國都在學習 中國話 天不怕 天不怕 地不怕 只怕我 外出中國話 你看張教授 對中國的認識 是如此的負面 那怎麼又有那麼多人 要學中文呢 中國崛起 它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那麼這一點 導致了就是 你只要懂中文 在國外一樣的 你就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原因之一 這一波中國熱 跟過去有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 就背後就是 他的精英中的 最聰明的人 開始學中文了 很多人認識到孩子 必須學中文 所以現在西方精英 學中文熱非常強 這就是一個 中國世紀的到來 這就是中國 一個中國學者的自信 我相信 今後張維為的聲音 還會越來越響亮 中國的聲音 還會越來越響亮 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 謝謝張維為老師 為我們做的精彩演講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下周再見